多年以后,我依然清晰地记得,那个十岁少女手里钻点糖果的下午。 十岁那年,学校为我们举办了生日会,每个同学都收到了糖果和蛋糕。 我把糖果装在口袋里带回了家。 放学后,我给爸爸妈妈打电话,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回家。 他们说快了,过年就回来。 挂完电话,我看着日历数着日子,在日记本里写下,期待。 终于等到了父母回家的这一天,我小心翼翼地清点了一遍我的糖果。 然后紧紧地把它们攥在手里。 远远地我望见了父母的影子,我把糖果递过去。 对他们说,爸爸妈妈,你们再也不用出门给我买糖果了。 爸爸对我说,我们家宝贝长大了。 回望八岁那一年,无论前一天晚上在梦里多少次练习,如何坚强地面对分别。 可是早上起床,面对极强外出打工的父母,还是连再见也说不出口。 父母总会对我说,在家要听爷爷奶奶的话,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就给你带糖果和新衣服。 我只是沉默。 那个十岁的少女长大了,到了进城上学的年族。 临走的时候,她把糖果分给爷爷奶奶一半。 她说,等你们把这些糖果吃完了,我就从城里回来看你们。 可是当二十出头的少女,再次回到家乡时,她放着爷爷奶奶苍老的身躯,在日记本里写下。 这一次我再也不期待了。